大家好,欢迎收看院长的三国沙身份场教学 本期介绍的武将是 诸葛锦,他儿子诸葛克 技能介绍 傲才,你的回合外你可以观看排队里的两张牌 然后可以使用或打出其中你需要的一张基本牌 这个技能算是个欧洲神技了 二技能,毒武 初拍阶段你可以选择你攻击范围内的一名其他角色 并弃制X张牌,X为该角色的体力值 然后对其造成一点伤害 若该角色因此进入了冰死状态 则你失去一点体力 且此技能失效,直到回合结束 这个是诸葛克的回合爆发性技能 但是使用时需要注意判断对方是否有逃 当你手牌充足的时候 你可以通过不断的毒武来打出你的输出 好,接下来是武将属性环节 好,武将属性环节 回合内能力 诸葛克因为拥有毒武的关系 在首回合可以对三学武将打出高额爆发 但之后需要继续手牌来进行下一轮毒武 所以回合内能力被评为2-4星 回合外能力 凹材是个欧洲人的技能 所以越欧的人使用权益 收益就越大 但是由于我是个非洲人 这里就不做太多论述了 回合外能力被评为2-5星 续爆 因为有傲材的存在 回合外可以减少失去的手牌 配合回合内的毒武打出高额爆发 所以诸葛克的续爆能力可以打到4星 生存 还是因为有傲材的存在 诸葛克生存能力也有很大的保证 特别是有信仰的诸葛克 所以生存能力能打到3-4星 控场 诸葛克没有什么控场手段 只是通过回合内的毒武去打伤害 未免有点太过浪费手牌 所以个人认为控场能力较弱 是一个两星 好 身份契合度 主攻 诸葛克可以在首回合打出爆发 所以在使用主攻的时候 可以率先盲狙击杀反贼 从而导致反贼方 在不知情况下的时候减缘 当然也有可能因此盲死忠诚 而祸内间导致整个局势崩盘 因为拥有傲材的回合外防御 也不是很害怕被击火 总的来说的话 还是非常适合当主攻的 忠诚 诸葛克在毒武爆发结束后 会导致一个没有手牌的情况 而作为忠诚 可以击杀反贼 恢复手牌 所以诸葛克是个非常适合当忠诚的武将 反贼 作为反贼的诸葛克 可以快速配合队友击杀主攻 也可以通过击杀忠诚和内间 来导致主攻方简员 所以也是一个非常适合当反贼的武将 内间 作为内间的诸葛克可以通过傲材 有效的保存实力等待独武收割 所以也适合当内间 好 武将配合 因为独武需要消耗手牌 像曹瑞 这样的给牌型武将非常适合诸葛克 而大师可以在诸葛克独武一波后 挪动手牌 为其回复手牌 也是一个不错的组合 克制武将 诸葛克因为独武的强行伤害 克制诸葛亮 张春华 SP 不敢轻易使用 最后是孙鲁班 放错了 应该是这一张 这一类武将的伤害免疫 可以让诸葛克 歪歪浪费手牌 以上就是诸葛克的 武将介绍环节 那接下来就看 实战环节吧 好 下面是实战环节 本技术章环节 为大家带来的是一场 诸葛克主攻的一个教学 这里选将四倍数啊 我肯定选的是诸葛克了 没有皮肤还真是抱歉了呢 其实手牌还不错 然后这里看一下匠面 我当时想的左右两个 我肯定要读五一个 对吧 当时想了一下 张星才可能还 跟我有点配合 所以张星才这里先 没有想去动他 所以说这个张角 对吧 你走远了 然后再看一下匠面的话 七号位 这个戒皇盖 比较像反贼 然后新王毅 也是比较像反贼 这是我心中的两个 已经标反的角色了 好 那么继续 这里顺一下张角 你发自己人 那我也不可能停手的呀 然后这里一手托管 对吧 假装自己可能 忙死忠诚就算了吧 大不了就跑嘛 这一手杀的是个反贼 新张角 那这里就赚到了 窝龙诸葛就拆了一下 借皇盖 然后就烧了一下 那这里诸葛的话 标一个忠诚 还有大家在玩的时候 不要言论像我这样过激啊 因为我是当时 心情有点不太好 在打素材的时候 希望大家平时打牌 还是比较和气一点的 对吧 毕竟没什么事情 这里踏顿 直接 三招乱了 这么溜的吗 然后就过了 这里王毅连了我和 窝龙诸葛啊 果然是个反贼 你可时得此阵 诸葛也是个非洲人 然后王毅去 兵了一下踏顿 关羽觉醒了 这关羽觉醒直接来杀我 手上没有闪 因为这张闪 这张闪是张假的 是属于一个 使用bug 算是录像中的bug吧 然后这里 杀和闪都没有了 这就是 为什么很多 很多投稿上 没有诸葛克 手杀版的 这个视频 张星彩这里中乐了 然后中乐他就直接跑了 手上是一张杀一张无限 这两张是没有了 后期待会处理一下 这里新王毅去杀黄盖啊 因为黄盖他已经跳了个忠臣 我们手上傲财了一个桃 帮他救了一下 傲财也bug 怎么说呢 录像中bug有点多 这次傲财没有桃 塔顿去救了一下 那塔顿可以标一个忠臣 因为是内奸的话 完全是不会去救 黄盖的 这手上就一张闪了 默龙诸葛帮我们打了个无限 诸葛再帮我们打了个无限 这里手牌过得比较好 先一个绝斗收掉新王毅 但是就不能拿牌 这里塔顿双顺 应该没什么问题 火杀一刀 再挤一个乱 这里关羽通过杀 杀诸葛来通过一个链子伤害 我们水盘都被逼到一滴了 这里看到一个桃子啊 用桃子给自己回一点血 装备青龙焰刀杀关羽一下 过 本来是想杀中的话就直接毒死 这个是我正常思路 这波诸葛打得比较累啊 还要同时控两边场 这个塔顿也非常会玩 通过青红剑来双杀 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关羽有马术不来杀我 他就杀了一个三张牌的塔顿 这里手牌过得非常好啊 一张乌中山有一张九 那这里思考了一下 直接毒死关羽 用九给自己回血 这里手牌把空 避免诸葛亮火攻来撕票 当然实际上这个诸葛 还是十分精心尽力的 当一个内奸的 哈顿再次刷杀 这里我们两张杀 先利用青龙咽月刀 直接收掉张星彩 刚才判断出来 沃龙诸葛手上没有 没有桃了 所以我们直接一个毒 收掉诸葛 好 那就到这里 好 接下来是第二场 第二场是一场反贼的第一视角 首先也是选将四倍速吧 这里主攻选了个邓爱啊 正好诸葛克 面对这种邓爱失牌武将的话 也是比较占优势的 其实我手牌忘记换了 当时好像是点了个 一不小心点了个取消 不过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有一把刀 还有一个雷杀 应该还行 对吧 毕竟靠信仰防御 这里棋手华多 跳了一个反贼 中慧去忙了一下四号位 那中慧也是个反 这里四号位吃了个桃 过 这里赵云也去打了一下四号位 那赵云也标一个反贼 那这里我也是个反贼的话 这个情况下我就直接把徐胜收了吧 这里先赌我再一张雷杀 不用让自己攻却 曹人往下忙 这时候我就看出来有点蹊跷了 你知道吧 那这里可能三号位 五号位中一个是内奸 这里邓爱去联了一下我和七号 滑缩放A 滑缩放A 其实这里最不这里不用放A的 信仰比较好 一张雷一张火沙 然后邓爱存了个天 整个情况的话 反贼现在比较占优势 直到这一回合 赵云直接跳了一个内奸 这里过得还行 一张无中生有 那这里我们直接 把自己最大的叔叔发挥出来 去打元素 让华托试一下 华托让我们捞一下对吧 还是说我们还能活的 骑兵列队 曹仁没有拿到杀 都得请我的号令 还是准备突围了 这里我的傲财看到了一张桃 所以我示意华托 对吧 只用一张桃 这个这种时候 还是跟队友交流一下 会比较好 还有这里华托没有 因为没有那个闪了 所以直接被打到一血 而且手帮还没红牌 曹仁这里帮华托打了个无限 华托把血抬回来了 这里中会拆了固定刀啊 然后杀了一刀元素 这里赵云非常运气不好 招了个雷 然后我一个傲财发现 他有个桃 非常棒 是个桃 没几次 这里赵云竟然是个忠臣啊 我也是万万没想到啊 可能这个赵云平时 身份场玩的比较小 不太会看局势吧 这里曹仁还去嘲讽一下邓爱 哈哈 这里华托添过了一张勒不思蜀 那这里反贼应该是稳了 中会杀了一刀元素 曹仁过后拆桥 插了八卧阵 然后五中生有 那无限是在我们这边的 很尴尬 曹仁两张拆的话 没有拆到 没有拆到那个闪 可能运气比较差吧 这里我们的手牌还是bug了 这个火杀应该是没有的 结果后期还是要处理一下 好 都帮我们奶了一口 这里取胜已经是时间问题了 杀 五谷封灯 这里开个五谷 无懈可击 火攻一下元素 手上都是红桃 结果元素也是红桃 这就是比较尴尬的一点 可恶 就剩一个光感司令了 接下来看邓爱怎么做吧 曹仁傻傻的直接让邓爱觉醒了 我是不推荐这么做的 因为反贼行动方还早 就让邓爱直接觉醒了 到他自己行动回合就不太好了 帮这里无懈一下 华佛应该是死不掉的 这手五谷开的 那估计邓爱想找杀 还没有找到 好 反贼人多的话 他一个五谷下去 对吧 反贼收一四张他就收一一张 是很蠢的 顺手牵扬 修养生息 备战盖早睡早起 方能养生 这里就会直接火攻自己 想要觉醒 然后邓爱倒是头了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可以点击右上角的关注 你的关注就是对我 做视频最大的支持 好吧 那我们下期再见